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中国房地产巨头纷纷跨越大海 投身英国伦敦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买买买的口号一时成为他们的座有名 经过粗略的估算 投资总额已经接近了2000亿美元 然而 现实是残酷的 最终 这些地产巨头 基本上都在伦敦折起全杀 巨额的亏损让他们在伦敦梦最终化为一场空 陷入困境的中国住宅建筑商碧桂园 仅2023年前6个月就亏损了71亿美元 碧桂园也是中国大规模债务维约案例的主角 2024年2月28日碧桂园收到了清算申请 为了自救 碧桂园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出售资产 他们开始通过出售海外资产来解决母公司的危机 在这波抛售行动中 碧桂园将其英国的唯一项目 L.C.Wolf列入了出售名单 据悉 2018年 碧桂园联合一家香港基金 以高达8000万英镑的价格 购得了这块位于伦敦东二区的地皮 随后碧桂园获得规划许可 并耗资4.5亿英镑进行开发 当时计划打造13栋建筑 然而随着项目的推进 一个个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 其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 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队发现地下排水管道穿过了这块地 需要对设计进行重新调整 导致项目被迫延期 直到现在必须挂牌出售 另外碧桂园园面临着严峻的财务压力 现在他们的负债高达1932.8亿美元 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大地雷 去年中国前30大房企销售额持续下跌 而碧桂园竟同比降幅超过50% 可以说惨到令人窗目结舌 碧桂园还面临着巨大的境外债务 高达111亿美元 并且无法按时支付利息 这样的情况让这家曾经声名显赫的 房地产巨头的信用受到了严重影响 为了自救 碧桂园录取抛售 位于马来西亚 泰国 澳大利亚 美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 香港 和新西兰等地的海外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 碧桂园原定在3月28日 发布2023年度月期 但当晚宣布 预计发布日期将推迟到 监管机构规定的3月31日最后期限之后 碧桂园在一份文件中说 推迟公布月期 可能导致公司股票在复活节后 香港重新开市的4月2日停牌 碧桂园3月28日股价升1% 收在0.062美元 近三年来 碧桂园股价累计下跌95% 碧桂园的市值正在全面收缩 继碧桂园宣布全面退出英国市场后没几天 成立于1994年 被誉为华南地产五虎之一的福利地产 也因债务压力正全面退出伦敦 福利的年报显示 2022年规模净亏损21.81亿美元 2021年福利地产规模净利润亏损22.75亿美元 两年累计亏损达44.50亿美元 面临流动性压力的福利地产 很早就开始了资产组织 自2022年3月 将英国伦敦房地产项目沃克斯豪尔广场 以1.09亿美元出售给远东发展后 福利地产另一个位于伦敦的项目也被出售 该项目宪明为Times City即酒鱼广场项目 位于英国伦敦Nine Armstrong南部 总占地面积约为44.9万平方英尺 总可售楼面面积约为170万平方尺 Times City项目地块原属于万达 2017年8月万达放弃收购这块价值5.89亿美元的地皮 福利地产联合中余智地以5.53亿美元的价格接手 双方各占股权50% 根据福利地产于2022年4月28日发布的公告 其全资附属公司 慎容国际有限公司 已于中余智地旗下的投资控股公司 胜利潮流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买卖协议 根据该协议 福利地产将出售Times City项目 瞬间国际有限公司的50%股权 以及销售贷款的所有利益及权益 对应分别为13.1亿美元和21.4亿美元 根据慎容国际有限公司的 未经审核管理账目 截至2022年3月31日 其未经审核的综合资产净值约为56.9亿港元 考虑到项目公司需要偿还给福利地产的16.5亿港元销售贷款 这次出售将导致福利地产录得约23.9亿美元的亏损 福利地产表示 出售所得款项将首先用于偿还其作为卖方的全资附属公司所欠现有贷款 剩余净额将用于偿还集团的其他债务及作为集团的一般运营资金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福利地产做亏本买卖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2022年3月出售沃克斯豪尔广场项目时 福利地产预计亏损约8680.97万美元 在陆续出售两大伦敦项目后 福利地产在伦敦的代售项目仅剩下 伦敦福利皇后广场和伦敦一号项目 其中伦敦一号项目也是福利地产从万达手中收购而来的综合发展项目 是福利在欧洲投资的最高住宅项目 在2022年 国内多家地产巨头纷纷陷入债务危机之际 福利启动了境外债重组谈判 并成功将合计达49.43亿美元的境外债还款日期延长 其中伦敦一号项目是福利提供的担保项目之一 同年11月 福利也成功延期了总额达135亿元的境内债 然而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 也未能保住伦敦一号项目 最初福利对这个项目抱有很高的投资预期 认为它位于伦敦西二区的黄金地段 占地2英亩 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实际情况会如此复杂 最终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 原计划伦敦一号项目将于2024年4月完工 但由于欠款问题 最终选择停工 2022年2月 资金极度困难的福利不得不将其出售 中国重庆地产巨头 终于置地掌舵人张松桥 再次成为了福利地产的接盘侠 福利地产在2024年2月6日晚宣布 计划以每股一港元的价格将福利国际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的全部股权出售给张松桥旗下的伦敦一号有限公司 这项交易设计位于英国伦敦的One-night-else摩天大楼项目 包括两座大楼 共有437套私人住宅 57套经济型住宅和一家酒店 预计该项目将于2024年4月完工 并以现房刑事销售 此外 张松桥旗下的伦敦一号有限公司 还将承担福利地产旗下三笔展期美元债 最低本金为8亿美元 根据福利地产的公告 他们预计将从这项交易中获得净收益40亿美元 即福利地产用尚未完工的One-night-else项目作为交换 将其美元债包袱转给了张松桥 根据福利地产最新预测 由于英国央行不断加息的高利率政策 导致受房困难 既定的销售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更糟糕的是 如果无法实现销售目标 福利将很可能违约 因为他们采用了实物复息的方式 这就是福利地产基于进行交易的原因 再来说说刚刚提到的万达 这里还要说一下十多年前开始的伦敦一号项目 它是万达于2013年6月买入的地产项目 也是万达进军海外地产的第一个项目 2013年6月19日 万达斥资11048.62美元 从爱尔兰格林地产手里收购了这块地皮 要告交楼改造 万达老板王健林当时还感慨 伦敦地价比北京便宜得多 预期利润相当于白赚一个酒店 而且伦敦可是金融自由港 很多东西都有操作的空间 王健林还为万达集团定下了一个目标 到2020年万达的海外业务要占比达到20%以上 而伦敦便是万达开疆拓土的第一站 然而由于建筑规划和当地政府 以及民间组织的意愿有很大的冲突 因此建设进展一直不顺利 甚至出现多次更换建筑商的问题 随后另一个意外也发生了 2017年6月 银监会突然排查海外并购风险 重点点名万达 同年7月 三大国际评级公司之一的标普 将万达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进一步打击了万达的信心 同年8月 万达准备把这块烫手山芋转给了复利 可是或不单行 2017年9月 标准普尔500指数再次下调万达评级 认为万达将商业资产出售给复利损害了公司稳定性 随后 英国也发表新规 明确指出 限制开展房地产 酒店 影城 娱乐业 体育娱乐部等境外投资活动 表面上看起来 11,048.62美元买入 5.9亿英镑卖出 中间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但是实际上 多次的施工方更换 图纸更换 各种繁琐的行政 操作成本 大大的压缩了万达的利润空间 简单来说 看似赚钱的项目 其实还是亏了 就像碧桂园 万达和富利等中国房地产企业一样 绿地集团也曾怀揣着雄心壮志 希望在英国市场取得成功并扩大业务版图 第二 结果并不如预期 2014年 绿地集团以1.4亿英镑收购了 位于伦敦西南部传统资助区 Wildsworth的兰姆啤酒厂地块 计划将其改建为兰姆公馆 并进行三期开发 包括超过700套住宅和9000平米的啤酒文化商业街 总投资预计超过6亿英镑 同时 该集团还花费1亿英镑购买了 位于东伦敦金斯区码头的斯派尔地块 然而 由于过度分散投资 导致资金不足 绿地集团最终不得不建卖为完工的兰姆公馆项目 给英国伯克利集团 价格约为4000万英镑 这一决定标志着绿地正式退出兰姆公馆项目的未来开发 虽然第一期已经完工并交房 但考虑到前期开发成本和地块未来的潜在价值 粗略估计 绿地损失近5亿英镑 另外 创建于1990年的综合投资企业 翔奇集团在英国也亏损了939万美元 据悉 深圳翔奇集团早在2023年就已经承认出现了阶段性现金问题 翔奇集团有幸公司董事长身价300亿的广东富豪陈宏天还爆出 他将其集团抵押 还拍摆了几栋物业 这部分物业自3月份被银行接管后迟迟未能解压 让市场对于翔奇集团的资金链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忧虑 翔奇集团的最主要的投资是地产投资 包括深圳的翔奇中心 翔奇商煞 翔奇酒店 伦敦加拿大广场20号 伦敦金丝雀码头新金融中心等 不过 这部分地产投资目前多数已经被摆上货架 2017年 陈宏天以5.15亿美元的价格 成功收购了加拿大广场20号 在击败了沙特财团 希德拉资本 汇丰另类投资部门等竞争对手后 将其更名为翔奇中心 此后 翔奇集团以3.39亿美元的价格 购入了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的丘吉尔广场5号商杀 并向英国劳矮德银行借款 当时 低利率环境下 翔奇集团对租金收入能够覆盖利息 持乐观态度 然而 随后英国脱欧和全球新冠疫情爆发 以及国内对海外投资的追查限制等因素 导致伦敦商杀市场受到严重影响 到去年底 控制率已经达到了21.9% 租金水平和市值较2017年高峰期 瑞减一半以上 控制率上升导致租金收入下降 再加上宏观经济变化导致的利息上升和估值下调 翔奇集团不得不放弃这些在英国的投资 据市场消息 加拿大广场20日上欠2.75亿美元的贷款 但债权人将其以3.1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这意味着该物业已成为负资产 据估算 该物业最终的成交价可能只有2.5亿美元左右 较详期 当初购入价贬值于50% 至于丘吉尔5号物业 2023年4月因抵押贷款到期未还 劳尔德银行也以价值2.19亿美元的抵押贷款额挂牌出售 这也意味着翔奇集团这一地产投资项目将至少亏损1.2亿美元 还有更惨的 2007年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合景泰富 2017年前后 投资伦敦地产 当时正是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爆发期 然而 2022年至今 合景泰富已多次出售旗下资产 2017年 广东房企巨头合景泰富创始人 最大股东兼董事会主席孔建民首次出海英国伦敦 以高达1.6亿英镑收购了位于伦敦老牌 在CBD金融城的65Frit Street写字楼 怀抱着将其打造成为金融城明珠的想法 然而 梦想总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随着英国央行的连续加息 加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使得2023年 伦敦地产市场变得异常低迷 伦敦的写字楼空置率达到历史高点 由于写字楼使用率下降 一些租户选择不再许约 孔老板预计的租金收益远未达到预期 投资回报率大打折扣 2023年9月 美国杰富瑞金融集团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伦敦老牌CBD伦敦金融城的写字楼 空置率已高达10% 攀升至30年来最高水平 经典的例子就是 WeWork同年以7000万英镑 卖掉伦敦51East Trip办公楼 尽管已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大规模翻新 而最终放盘价却下跌了44% 何景泰富可以说遇到了内忧外患的两难局面 2022年 何景泰富勉强偿付了113亿元的到期债务 并完成了16亿美元 境外债的交换要约 但面对2023年超过200亿元的到期债务 终究还是捉襟见肘 面对如此局势 何景泰富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权衡之后 2023年12月 公司最终确定以1亿多美元 将近5折的腰斩价把White Fires写字楼卖给了英国房地产公司Dominus 此前 何景泰富于9月启动了对海外资产的出售 即 位于伦敦中心Hover区域的办公楼65Fleet Street 据悉 何景泰富在英国的投资 加上建策成本至少直接亏损1038万美元 近年来 许多国内开发商纷纷把目光投向英国伦敦 充满信心的进军市场 但真正能够交付项目的却寥寥无几 虽然也有不少取得丰厚成功的案例 但许多中国房企的海外收购 最终却以财务和地产双重损失的结局告终 表明跨国投资并非易事 尤其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 中国房企纷纷收缩战线 抛售资产以应对债务危机 甚至包括海外的优质资产也不得不挂牌求购 这种抛售海外资产的行为 引起了海外相关行业的不安 他们担心中国房企抛售资产 会对相关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和房价造成冲击 根据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房企在过去10年扩张期间购置的海外资产 正在开始出售 以缓解债务压力 中国澳元集团的一家子公司正在执行一项价值6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计划 去年已低于2012年构价约45%的价格出售了多伦多的一块地皮 不过彭博社也指出 由于中国企业抛售的资产数量有限 而且价格数据不完整 市场评估者难以准确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对海外的影响 海外监管机构和市场担心 这种情况可能掩盖中国地产危机的外溢效应 增加了银行放贷的难度 欧洲中央银行担心 欧洲地区的银行无法及时了解贷款价值的变化 并采取相应措施 英国金融监管部门金管局准备对包括房地产在内的私人市场的估值进行审查 美国投资高盛集团提醒客户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恶化 其触底反弹时刻仍然遥遥无期 根据高盛的估计 中国的真实房价在2021年至2023年间下跌了16% 但依据美国经验 中国此轮房地产下行周期的价格调整乃处于进行中